一双棉袜子竟然敢喊价399元 70亿身价的豪门阔泰郭晶晶是穷疯了吗 在郭晶晶下架百亿豪门获解时 他分明是个被国人束大拇指的奥运冠军 甚至即便他同样步入驾豪门的女明星后尘 但坐上阔泰泰宝座的他 却完全没有与李嘉欣一行炫富阔泰通流合污 反倒是大气道穿着55元国产鞋走红毯 成为香港豪门阔泰圈子中的一股清流 始终都被束大拇指赞扬 但谁料郭晶晶的真面目 竟然在他下架豪门的第11个年头 狠狠曝光在世人眼前 因为当郭晶晶突然入驻社交平台时 分明专门强调他不带货更不接广告 可是令谁都想不到的是 他竟然狠狠打了自己的脸 在一个品牌广告之下多次露脸拍带货视频 甚至还喊价一双婴儿棉袜子高达399元 身价高达70亿 竟然还大言不惨赚老百姓的钱 奥运冠军郭晶晶是穷疯了吗 况且郭晶晶接下的这家广告品牌 分明在国内有过三次翻车 次次都踩在老百姓的雷点上 该品牌为宣传自家卸妆金 大言不惨到当众侮辱女性 卸掉妆容露出一副丑模样 就没有男人敢凯游甚至还会吓走男人 难道长得丑的人就得不到这个社会的公平了吗 郭晶晶不免被旁人扣上帽子 只要品牌方给钱就张嘴带货 做人在金钱面前当真没有任何底线吗 没错 作为奥运冠军 为国家赢得荣誉的伟人是被敬仰的存在 而郭晶晶如今这副捞钱的把势 足以让人看到后觉得太过于恶心 但明明下架百亿豪门直接坐稳豪门扩台宝座 为何郭晶晶还要亲自露脸捞钱呢 如果不是货家长辈正家产闹上法庭 或许郭晶晶始终被蒙在鼓里 白白从他手里溜走25亿资产 其实当年郭晶晶下架货家时家族内战早已经火上眉毛 甚至是长辈之间闹到翻脸不认人 而这背后则少不了300亿家产惹的祸 虽然货家作为香港豪门中的名门望族 甚至在霍英东老爷子的引领下 一朝坐稳千亿豪门宝座 但实际上霍英东老爷子闭眼后只留给子孙300亿家产 要知道霍英东老爷子一生娶了三个老婆 足足生下了13个子女 对于300亿遗产必然都是眼睁睁想要抢到手 这背后就爆发了一场争夺家产的大战 金兄弟因为分钱闹上法庭成为全香港的笑话 而为了给奥运冠军郭晶晶面子 霍家长辈在二人新婚 当日心甘情愿陪笑脸 算是给霍家保留了一点脸面 但是谁都想不到 当年才生下长子的郭晶晶 竟然偷摸从市值25亿的霍家大宅搬走 甘愿住进简陋的三层小别墅 难道这就是他与霍家划清界限的态度吗 或许这正是郭晶晶的聪明之处 本身他就不是个贪钱的人 小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自毫不庇护子女曝光在世人眼前 因为郭晶晶始终都没有一副阔太太的架子 反而十分平易近人 这才始终让他都有一个好的口碑 只是自从丈夫霍启刚坐稳香港一哥宝座后 郭晶晶的露脸似乎就变味了 不单单只是以奥运冠军的身份三番五次出面给丈夫造势 甚至是步入了带货搞钱的路 毕竟霍启刚足够清廉 没有接管家族产业 只是在政界露脸打工 养活三个孩子的重担 单单只是压在家庭主妇的郭晶晶身上 想必自然压力大 或许这就是郭晶晶顶峰作案的缘故 只是这个圈子里更多的还是人情事故罢了 在立一根前想必都会栽根头 郭晶晶点起脚尖挤进明圆圈露脸的一幕 足足曝光了他背后的真面目 早在郭晶晶下架百亿豪门货家时 旁人纷纷质疑他攀高枝 甚至是走上了女明星架豪门的后尘 但谁都没想到 郭晶晶凭借一己之力在香港豪门中拼出一股清流 曾为不与腌制抹粉的阔太太同流合污 可是单单只是过去八年 郭晶晶的清流似乎早已变了味 一向不爱抛头露脸的郭晶晶竟然出奇到开始露脸搞事业 背着八万块钱的爱马仕露脸出街 似乎早就没了当年他的清流 况且一向不爱混进明圆圈的他竟然有朝一日会挤破脑袋 也要在香港明圆圈露脸 甚至他站在人群之外点脚也要露脸合照的模样 无一不是曝光了他的小心思 想要闯进明圆圈的小心思 这不免被人扣上有了李嘉欣的影子 早前李嘉欣一个港姐出身的阔太 必然不受明圆圈的待见 而他却十分上赶着往上爬 在各个明圆圈子里巴结有钱阔太 自从他嫁进许家后才有了他在香港明圆圈的一席之地 但其实郭晶晶如此下心血的背后 实则是在为搞事业布局 甚至是想要成为丈夫的左往右臂 毕竟此时霍启刚已经坐稳香港一个宝座 只是他一改常态的模样 为免被外人嘲讽吃相太难看 甚至明明喊话不带货不接广告 但他却依旧以一副打脸的方式带货赚钱 显然是踩在了老百姓的雷点上 难道如今这个圈子里就是比谁脸皮更厚吗